说到赵丽颖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她的努力一直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熟悉赵丽颖的都知道 她并不是科班出身 最初参加选秀走红 但出身不高的赵丽颖进入娱乐圈后 只能从跑龙套演起 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的享有名起 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 最终获得了余正的力捧 在电视剧陆珍传奇中 用精湛的演技征服了每一位观众 彻底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之后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了爆款 无论是口碑还是收视率 大家都有目共睹 赵丽颖也因此成为了收视女王 几乎是和杨幂平起平坐 粉丝们都为她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不管是颜值还是演技 都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在事业的高峰期 赵丽颖也迎来了家庭事业的双丰收 和冯绍峰因为拍戏结下缘分 在粉丝的祝福下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当时很多粉丝都不理解 赵丽颖怎么会嫁给冯绍峰 但是看了这部剧之后 很多人都被冯绍峰给圈粉了 而且冯绍峰在生活中 也是很照顾赵丽颖的 其实当大家得知他们俩的恋情时 90%都是抱着不支持的态度的 还以为他们只是处于暗昧期 等过了自然就分开了 没想到他们的感情像开了八倍速 一路直冲到结婚 粉丝们也只好硬着头皮祝福了 其实粉丝们有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冯绍峰情史非常丰富 让大家一直觉得很不靠谱 但是他婚后却能一改大家对他的看法 冯绍峰婚后为人夫为人妇的样子 也不知不觉在节目中流露出来 对妻子赵丽颖 冯绍峰也不吝啬谈及 只要是有趣的事都会及时分享给银宝 他还想着要带银宝上一次节目 但又因为天气有点阴冷 一方面又觉得老婆不来可惜了 一方面又怕老婆来了会怕太冷 处处想着赵丽颖的冯绍峰 这个时候真的很加分 一直都以为这对夫妻关系虽然很低调吧 但是非常恩爱 没有想到却突然传来了离婚声明 虽然很多网友都感到措手不及 但仔细想来这一对夫妻离婚或许早有征兆 婚后的赵丽颖状态确实很差 结婚没多久她就生下一子 宝宝出生没多久就传来了赵丽颖场后抑郁的消息 电视剧由斐是赵丽颖场后付出的第一部电视剧 但赵丽颖的状态非常不好 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离婚后还有很多小道消息都表示冯绍峰婚内出轨 虽然不知道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但赵丽颖也没再去质问冯绍峰 让网友认为 是赵丽颖还爱着冯绍峰 赵丽颖忍不住说出真相 网友心疼赢宝 原来赵丽颖还是想过不离婚的 但是婆媳关系一直很僵 实在是受不了了财离的婚 都说自古婆婆难对付 明显也是如此 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留言讨论 欢迎留言讨论